欢迎收看毒性排行榜2024版 据我们上次发布毒性排行榜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在这两年半里排行榜出现了较大变动 由于精力有限 我只更新世界前十的毒手 还是老样子 我们以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了小鼠量来表达毒性强弱 这种视频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啊 还是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好 我们马上开始 第十名 沟壁海蛇 沟壁海蛇也叫列科海蛇 主要分布于阿拉伯海及波斯湾 非洲蛇塞尔及巴达加斯加 南亚 东南亚 澳大利亚 辛吉利亚等地区的海域 在2021版中排名第七 现排名第十 沟壁海蛇是初代毒王 在1971年以前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以说是当时毒性最强的蛇 后来随着研究的增多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毒性极强的蛇 沟壁海蛇只能让出毒王之位了 他的LD5是为皮下0.05到0.2 静脉0.01到0.35 步强0.04到0.13 马来西亚的个体曾出现过 静脉0.9和0.98的拉胯测试 不知道咋回事 好 在他毒性强的测试有很多 整体水平还是非常给力 预计豪克兔也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166只 第九名 吉兹海蛇 吉兹海蛇也叫角海蛇 主要分布于中国 东南亚 新加利亚 澳大利亚等地区的海域 在2021版中排名第九 现排名第九 吉兹海蛇是1983年才出道的猛蛇 一出场被超越了狗壁海蛇 由于中国也有吉兹海蛇分布 它直接抢走了银环蛇的中国一哥 不过几年后 中国一哥又落入了黑头海蛇手中 由于分类学变化 黑头海蛇的研究全部算给了其他海蛇 吉兹海蛇又把中国一哥给夺了回来 他的LD5是为皮下0.079 两个神经毒提出后的LD5是为肌肉0.125 筋脉0.17 预计1毫克毒也可以杀死了小叔叔两尾 192只 第八名 银环蛇 银环蛇也叫银脚袋 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南部地区 越南 缅甸 老沃 在2021版中排名第六 现排名第八 银环蛇早在1963年就很有名气了 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几种陆地蛇之一 也是初弹幕中国最强毒蛇 统治几十年后被吉兹海蛇夺走 最后又重回首中 与吉兹海蛇并列为中国一个 塔莱奥第五水 皮下0.09到0.19 静脉0.014到0.2 腹枪0.008到0.16 可以看到它的毒性上限是很高的 皮下最高能有0.04到0.05的水平 但拉胯的也不少 银环蛇有很多静脉0.11的 这种皮下几乎肯定0.2以上 更不要说静脉接近0.2的了 好在银环蛇的强力测试有很多 把拉胯的迷糊了回来 预计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为 192只 第七名 信德环蛇 信德环蛇也叫巴基斯坦环蛇 主要分布于巴基斯坦东南部和印度西北部 在2021版中排名第四 现排名第七 信德环蛇是近些年突然出现了一匹黑马 在2016年那份表格中 列出了信德环蛇的LD5水静脉0.018 当时我就觉得这小子不一般 2018年又发表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信德环蛇 读验9测的LD5水静脉0.15静脉0.04 2019年报道了 拉加斯坦巴的信德环蛇 LD5水静脉0.02 2021年又报道了两个信德环蛇的LD5史 分别为马哈拉斯坦巴的静脉0.02 拉加斯坦巴的静脉0.08 至此 信德环蛇的平均水平显然超过了银环蛇 甚至逼近海岸太攀手 因此在2021版中我就要排到了第四名 但最近新发表的一线中测的信德环蛇的LD5水静脉0.2234 有点拉拉啊 但即便如此信德环蛇仍然比银环蛇强 真正把它拉下来的是2021年文字中拉加斯坦巴的0.018 我看一下来源就是2019年那个测试 我不知道作者为何把0.02写成0.018 这就导致信德环蛇少了一个读性很强的测试 然而我以相当保守的算法得出信德环蛇还是比银环蛇略强一点点 以及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195只 第六名 考试海蛇 考试海蛇也叫细菌海蛇 主要分布于西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附近的海域 在2021版中排名第二十 现排名第六 考试海蛇一开始只有一个西涛沃尔给出的LD5是0.1到0.2 但这一数据非常模糊 有点像引用前人资料所给出的大致范围 后来由于分类学变化 2014年拉斯木森将澳大利亚所有被称作黑头海蛇的标本 设为考试海蛇 因此黑头海蛇的读研究全部刷到了考试海蛇投杀 看来LD5水皮下0.11 这些测试使得考试海蛇实力暴涨 从第二十名直接跃升至第六名 起来的上限非常夸张 达到了内陆泰潘蛇水平 预计一毫克度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208只 第五名中路泰潘蛇 中路泰潘蛇也叫西部沙漠泰潘蛇 主要分布于西澳大利亚北领地 中路泰潘蛇是2007年才发表的新种 样本数量十分稀少 2014年测了中路泰潘蛇的LD5水副枪0.075 并发现其拥有所有毒药中最高的突臭神经毒含量 达到了惊人的97.9% 这意味着他的皮下比副枪弱不了多少 预计一毫克度也可以杀死的小数量为 221只 第四名海岸泰潘蛇 海岸泰潘蛇也叫泰潘蛇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巴布亚新解雷亚 在2021版中排名第三 现排名第四 海岸泰潘蛇是第二代毒王 在1971年便强走了沟壁海蛇的毒王之位 一直持续到1979年 他的毒性非常稳定 LD5水副枪保持在皮下0.065到0.12之间 预计一毫克度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255只 第三名 东部黎炎镜蛇 东部黎炎蛇也叫东部中蛇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 在2021版中排名第二 现排名第三 早在1974年 明日的书中就列出了东部黎炎的毒性测试 为皮下0.25 静脉0.01 这一数据我在早期的一个澳大利亚蛇里也就中见过 里面写的是LD100 所以LD50应该在一半左右 但仍然比不过海岸泰潘蛇 正在牛皮的是1979年 Brand发表的研究 测试东部黎炎的LD50为皮下0.053 还有一个未发表的皮下0.02 可见东部黎炎蛇的上限也有内陆泰潘蛇水平 预计一毫克度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378只 第二名 都市建维海蛇 都市建维海蛇也叫胶浅海蛇 主要分布于巴布亚 新吉利亚 新卡利多利亚 澳大利亚等地区的海域 在2021版中排名第九 现排名第二 真一 都市建维海蛇的测试 来自于1983年明顿的研究 明顿是一位有着丰富毒性测试经验的独立学家 给出过许多珍贵的毒性数据 像都市建维海蛇这种没人研究的海蛇 在明顿的偶然测试中 直接吊打了前面提到的 极致海蛇和考试海蛇 他在LD50属于皮下0.044 在海蛇里除了考试海蛇的极端个体外 无人能抵 但他的争议点在没有更多的研究来证明实力 原本我现在有新的都市建维海蛇 研究了在座排行榜 但遗憾的是 澳大利亚不会再测试都市建维海蛇了 因为动物伦理的原因 所以我才说前面明顿只能给出的毒性数据非常珍贵 因为以后不会再有了 都市建维海蛇将成为永远的争议第二 预计一毫克度也可以杀死了小叔叔量为 568只 第一名 内陆泰潘蛇 内陆泰潘蛇也叫西林泰潘蛇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中偏东部地区 在2021版中排名第一 现排名第一 是无可争议的第三代毒王 正所谓初到级巅峰 从1979年开始 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时候 一直死去到现在 他的LD5随皮下0.02到0.045 预计一毫克度也可以杀死了小叔叔量为 833只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 可以看到前10名中出现了很大变动 考试海蛇和都市建国海蛇的崛起 使得后面的时候排名就下降了 性德环蛇虽有下滑 但仍然也危置了又是未免了亚洲一个的称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